辦法已經用了 快五個小時 死命點滑鼠 網頁就是跑不出來 觀光局旅遊補助 20號上午10點K跑 但瞬間流量超過120萬 造成網頁大當機 8個多小時 截至晚間7點 全台有23萬多人申請到序號 但只有2400人訂房成功 雖然說它上面有寫說 有多少人就是已經申請到了 但是就是到最後 都是在那邊轉圈圈 你就覺得那你辦這個活動 的意義是什麼 甚至是跟公司請假等等的 那這樣的話會覺得 是在搞烏龍被騙的感覺 景氣不好碰上補助民眾瘋搶 超過8000家飯店民宿 還有全台知名樂園 通通有 只要到觀光局網站申請序號 接著選擇住宿或是旅遊補助 住宿最高有1000元 但這些卻看得到吃不到 伺服器原則上 之前測試都是 是以百萬流量測試是OK啦 可能今天這個 有時候這種系統設備的問題 還是比較不容易預料 觀光局解釋事前有做好準備 但這回應自己都笑得尷尬 交通部晚間召開記者會 宣布加碼優惠名額 補助方案住宿部分打7折 最高補助1000元 從原先的11萬5000位名額 增加到23萬名 樂園則從4萬個兩人同行 一人免費增加到8萬個名額 只是網頁塞爆民眾罵聲連連 行政院副院長張善政 就提出補助暫時無上限 旅遊補助多少名額 暫時沒有定論 但補助開跑第一天 民眾就因為網路塞車問題 鬧得一肚子氣 恐怕政府在提出力多的同時 事前準備還得多加把勁 記者莊敬軒 陳嘉豪 廖威林台北報導 指導 好